退府會的這些同仁 如果需要補充就自己上來了 主委你因為你就任不久 我現在所質詢的資料 大概都是前任董主委回的文 所以我會請你詳細的了解這些問題 我們國會對於退府會 或者任何事業單位 公開透明的監督 資訊的揭露 只要不影響國家安全 不影響個人權益 大概應該都往這個方向走 因為公開透明的資訊揭露 對於單位的形象 跟社會的監督是有幫助的 這一點你同意嗎 是同意 所以我本席就要請教一件事情了 我們現在退府會所屬的事業單位 包含基金等等 我們的這些董事長 總經理 高階主管的薪資報酬 你們長久以來都列為機密 提供的數據資料 都非常的粗糙 都是一個概算 那個理由到底是什麼 那是為了保護什麼 我原理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上來看 角度我不可以 理由就一個嘛 為什麼 是揭露這些薪資 他們會被綁架 還是揭露這些薪資 他們會被罵 還是這些薪資裡面 隱藏的我們國家的機密 有還是沒有 我想我們從提供單位 我們上來看 我們讓提供單位來講 你們提供你們所屬事業單位的薪資 資料非常的粗糙 這個最主要是從三個法令來看 第一個是從各之法 第二個是從檔案法的18條的題目 還有檔案法 再來你講快一點快點 還有一個政府自信公開法 這三個法 你可以說服你自己嗎 本席今天 我怕太重 手骨子還沒有好 我怕太重 我不敢全部報來 這一疊全部 都是我們同一個中華民國政府下面 其他部會所屬事業單位 有經濟部 農委會 文化部 國家實驗研究院 教育部 法務部 其他我還沒有報來 我隨便翻開一頁 經濟部 經濟部所屬的單位 我把它列在上面給你看 這個是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你看看他列出來的資料 副院長 張索紅 他負責什麼業務 他的個人學經歷 他的薪資報酬 含職務加給 每個月 26萬7500元 到33萬 另外呢 福利 民國103年 領了3.06個月的年終獎金 然後呢 績效獎金呢 平均領了0.76個月 成果產業化特殊獎勵 平均每 平均領了1.61個月 清清楚楚 你們呢 這個媒體如果拍到話 自己去馬賽克 你們的資料 簡簡單單 連福利都沒有寫上去 還打了一排紅字 這排紅字叫做 本資料 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用 請募公開 我請問一下 主委 我請問一下處長 這個經濟部的人都不是人 這三個法律不用保護他們 你們的人都是人 你告訴我為什麼 報告一下委員 依照政府自信公開 他們也是政府啦 你不要再講政府了 經濟部不是政府啊 文化部不是政府啊 農委會不是政府啊 全部都是政府啊 你們長久以來用這種態度 經濟部交通部下面 所屬的事業單位有多少 他們的派出去的董事長不是人 我們派出去的人 要受各自法保護 你們是政府 他們不是政府 你說服了你自己嗎 我再問一次 為什麼你們派出去 所屬事業單位的薪資 不能公開 還要打一排紅字 我今天尊重你們現在 我尊重你們現在的管理 所以我不印出來 為什麼都不能公布 主委 這不是你的問題 我現在請教你 這為什麼不能公布 其他部會 小到基金會 大到我們的部下面 所屬的單位 薪資報酬 福利給予 相關津貼 連出席費 連兼差 連所有的錢 一條一條寫得清清楚楚 為什麼毒毒退服會不行 主委為什麼 我原來有關這一部分 我從我們的作業流程 相關的規範 我全班去檢討 我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 往這個方向走好不好 是 比方說 根據你們提供的資料 剛才羅智仲委員 有整理的一些 某一個客運公司 事業單位 這位董事長 民國101年到職 他退役 或者從退府會 轉任的之前 那個薪水 是8萬到9萬 他到職 到了這個事業單位之後 限職 每個月薪資 是15萬到17萬 他每個月 還有獎金 是14萬5千 到16萬5千 合計 29萬5千 至32萬5千 每個月領的 薪資加上獎金 福利都還沒寫上去 其他有沒有出席費 我不知道 你都沒有列 也就是說 他領到了光每個月 薪酬加獎金 就比原來的本縫 多了將近三倍 多了將近三倍 另外呢 某天然氣公司 這位董事長 民國103年到任 他退役 或者從退府會 轉任之前的薪資 是11萬到13萬 他到職 擔任董事長 是民國103年 薪資報酬 是17萬到19萬 獎金又17萬到19萬 這兩條是每個月領的 所以他可以領到的是 34萬到38萬 比原來薪資 多了三倍 還要多 然後呢 其他的福利 其他的給予 不明 我不是說他不該領這些錢 你可以透明揭露出來 全民才會去看 值不值得 應不應該 然後 這樣子的薪資報酬呢 你們全部都打上一排紅字 通通都不可以揭露 全部政府大概就只有你們這樣做 主委我可不可以請教你 可不可以往透明的方向走 我還沒有檢討 裡面該不該領那麼多 我剛才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以後 我們從全班的流程規劃 我給委員一個滿意的答覆 儘快 下一次 好不好 除了這以外 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 根據行政院民國99年 民國99年7月有修正 這是一體適用 軍公教人員 轉任公職 或者是轉任政府捐助 相關財團法人 或者投資的工股代表等等 事業 他的退休金跟18%的優惠存款 這要暫時不能領 所以我們現在轉任出去的人 他退休縫 跟他的相關的給予 18%都不能領嗎 他這還是不是 他退休縫是立刻停止 對 但18%優存可不可以領 你們派出去的人有沒有領 現況如何 我現在只是詢問現況 因為這根據99年行政院的決議 目前為止我們所有轉任會見的高級經理人 他們一轉任的同時間 他們是越退縫是停止領的 但是優存的部分 因為國安部的政策還沒修 所以目前為止還是可以領的 你們在搞什麼 這個還不是新政府 舊政府規定的 民國99年7月文在這裡 文就在這裡 他告訴你轉任事業單位 轉任轉投資單位 憂存不能領 他的全文是這樣寫 他說為了避免雙新現象 因立直停止領取月退休金 與18%優惠存款 你們看過這個文吧 處長有沒有看過這個文 跟委員報告 這個的確在100年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文啊 這個我看過 這個文你們有沒有字外法權 不適用於你們 沒有 那部分是公教的這部分 全部都有適用 韓軍公教寫在上面 拜託你 但是軍的部分 因為他的法律基礎不一樣 你們違反行政院的決議 民國99年的院長是誰 他叫我們檢討 在沒有正式法律修令之前 所以你們永遠不檢討 需要採取一定相關的一個作為 主委你仔細聽 你們現在告訴我一件事情 你們轉任出去 領的薪水是本來新奉的三倍 然後行政院民國99年告訴你 好吧 轉任出去就轉任了 學有專長去用吧 你領了三倍的薪水 規定你退休給予跟這個憂存要暫停 你們還說因為我們還沒檢討 所以呢 這個退休縫暫停 18%繼續領 合理嗎 行政院決議耶 這也不是新政府耶 這是舊政府決議耶 99年的決議 7月份的院會啊 然後你們說我們還在檢討 所以你永遠不檢討 永遠領雙響 這樣領起來是原來的退休的 給予的將近四倍到五倍 合理嗎 委員委員委員從你提供的這個資料裡面 我們去全盤做檢討 這個都有文 然後再來 我們上一次本委員會也提出決議 也通過了 轉任之後 所領的所有的薪酬 給予 所有相關的報酬 不得超過本來在職的時候的薪資 主委你覺得合理嗎 就是說我本來 我本來是還沒有退休前領的薪水 9萬 11萬 我現在退休了 我對這個工作 我已經沒有辦法 我必須要退休了 我轉任所屬事業單位 我領的跟原來不要比他多合不合理 這個我們會去全盤的檢討 因為相關的規範 還有條文的戲目 到底 我這個工作我已經不行了 我體力上不行了 我認為我貢獻到了 我年紀到了 我退休之後 我領的還比原來多三倍 納稅人很難接受 你這個做法跟我的想法有一點點出入 你講的三菱重工的我剛有仔細聽了 他又另外轉進更有貢獻 所以透明化嘛 我們可以檢視他的貢獻 因為有些像大眾運輸事業是國家補貼的 像天然瓦斯雖然不是國家保障壟斷 因為配線配管的關係 幾乎也屬於壟斷型事業 所以我本席家裡這一個部分要告訴你的就是 你們目前所屬事業單位 還在領 他轉去當董事長 領到比原來薪資更高 高好幾倍 就18%的還在領 是違反行政院民國99年7月的決議 那個決議上面寫的是軍工教 沒有把你們排除在外 這個可不可以下次就有答案 就要有做法 沒有 你這樣真的對你們形象也不好嘛 這是一個 我希望下次會有人看到結論 下一個 公開透明除了薪資報酬以外 有關交叉持股 上一次我問了董祥農董主委 他好像還滿生氣的 氣到現在我從那天以後再也沒有看到他了 這個交叉持股是什麼 你們現在報到本委員會的 都是你們持股50%以上的 可是我發現你們有些事業單位 不到50% 47 48 49 但是又用另外一個退服會的事業單位 去投資他4% 5% 所以真正的持股是超過50% 然後我們希望你們 這個東西應該視為你們所謂控管的單位 應該報來本會 不管他的財報 不管他的財務內容 業務績效 應該讓我們知道 那你們有去洽許的嗎 我聽說你們去詢問的法規會 回了一個文給我 那個回答是什麼 誰去問的 那個法規 這是你們的公文 主席抱歉再給我兩分鐘 你們回了一個文給我 說你們問的法規會 說雖然交叉持股超過50% 那國營事業管理法未有該等認定及計算方式 這個是誰去問的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是我們事業管理署業管 那我們的依據有兩個 我現在先問你們去問的嘛 你們問的法規會是誰 有沒有文號 回去我要去查這個 我跟你講法規會從主委我問到下面了 沒有人收到你們詢問 報告委員我跟您報告 我們其實是依據兩個重要的法規 有沒有詢問法規會 有沒有詢問法規會 這個我回去再去 報告委員這件事情 有沒有詢問法規會 有有有 你不可以欺騙國會喔 是是沒有 這個我們是有問過 誰 法規會的沈淑暉 沈檢密 檢認密書 打電話問一下 有沒有文號 我 那天是我親自問的 那我是用電話去問的 搞不好你們兩個好朋友 現在趕快打電話說 簡先生我現在抓包了 趕快講說我有問你 公司不是這樣辦的啦 你們有沒有文號 你們用詢問公文 沒有用詢問公文 這通電話那是我親自聯絡的 法規會主委副主委 跟業務承辦單位 第一個沒有人問他們 第二個不該問他們 你問錯對象了 問的內容也錯 我現在時間超過 我給主委看著 這個司法院 試自第四十一號 視同法律 裡面解釋什麼 國營事業轉投資於其他事業基金 應視為政府資本 如其數額 總數超過其他事業資本額 百分之五十者 應視為國營事業 你自己去問 敢回公文給本院 你沒有用公文問 私底下問了某個人 就說沒有這個不是這樣認定的不算 法規會也不承認你有問過 你現在怎麼跟我們交代 怎麼交代 本會請你們查詢 你用糊弄的 報告一下委員 這件電話確實是有打 我當時問了一個情形 我是問他是說 本會詢問你一個事情 你要回答給我們的 你竟然不發文 不留文號 電話打了 你覺得這樣適當嗎 主委這樣適當嗎 然後我問了 他們沒有人承認你問過 這樣適當嗎 委員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尋一正式管道 我們做一個正式的處理 好不好 你要處理他 還是處理這個事情 我們處理這件事情 當然 這樣的詢問要不要處理 在作業流程上 我們去檢討 這個相關的數字 我們可以溝通 你不能糊弄 你可以有所本 你不能用騙的 國營事業的 轉投資的持股 比例是這樣算的 而且有司法院的解釋號文 第41號 所以主委 我最後只問一個問題 像這樣交叉持股加起來 我們自己交叉持股加起來 超過50%的 你願不願意把它列為 你們所屬事業單位 送到本會受理監督 我們從規範上 我們必須要去檢討 這個事情到底是 這個方向 你要不要往這邊走 往這邊走好不好 好 被監督沒有影響 迴避監督才會有漏洞 謝謝主委時間 謝謝主席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謝謝